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已经到了 请跟我来 好 人来了 船长同志 有段时间没见了 我和老林对你甚是挂念 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快快快 请坐 吴部长 怎么是您来了 不是说派林政委吗 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情况 老林队 之前博之同志在这一带工作过 容易被人家认出来 而且红军内部现在有特务渗透 为了稳妥起见 就由我大前战与十九路军进行联系 对了 他们目前有什么动向 这十九路军内部在接受范家的捐款后 对我已经非常信任了 而最近一段时间 我跟十九路军的高层也密谈过几次 发现他们反蒋情绪日益高涨 对红军的态度也有明显好转 你做得非常好 正是这样 我呢 在决定与十九路军接触之前 还想当面听听你的想法 其实十九路军的高层十分清楚 那老蒋他们来福建 无非就是想借刀杀人 逼迫他们和红军之间拼个鱼死网破 可最近他们与我军交手数次军遭惨败 实力大不如前 加上官兵验战 再盲目打下去绝对没有前途 据你观察 咱们红军与十九路军 有没有合作的可能呢 有 对于十九路军来说 眼下只有跟我们联手 才能实现他们的政治诉求 所以呢 现在是红军代表 和他们正面接触的最好时机 看一看 看一看 先生 您看看 卖香烟了 刚到的新货 好 帮起来啊 老板 买烟吗 看看 有新任务 恒文青那边的事不需要你们听了 待人秘密查访福州所有客栈 如果有可疑人为入住 马上回来向我汇报 是 处长 卖香烟了 刚到的新货 卖香烟了 正宗进口货 好 所有人都不需要 刚到的公司 有请 一定要教个大奔 好 最好 对不起 甚至已经心里了 就已远远远远了 好 那便不来 这一段时期 无论他与谁见过面 你都要第一时间下午汇报 每天下午三点 我会在对面的电话亭 等你消息 你们至今还是怀疑何文清 老师教导说 非常实际 哪怕是自己的父母 子女 也不能轻心 怎么样 人家答应见面了吗 明日午夜 明将上见 幸好是在船尾挂七色彩器 文清同志 你辛苦了 组织上反复考虑过你的安全 希望你明日一早就回路道 怎么 我不陪你一块去见吗 福州地下党的同志刚刚传来消息 谭东宝已经带急查处的人潜入了政策 鉴于目前与十九陆军谈判的前景还不够明朗 我不能让你冒险暴露在追踪者的事业之下 可是之前一直是我与他们联系的 我虽然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真实身份 但是他们一定能猜到我跟红军是什么关系 我就担心万一我不在场 蔡天凯他们会起疑心呢 只要十九陆军有与红军谈判的诚意 你这个中介人在不在场都一样 况且在这紧要的关头 最有可能出来搅局的就是杨一轩 你回去以后 继续给他一些真假参办的情报 迷惑对方 为谈判争取时间 那我把徐庆元留在办事处 如遇紧急情况 你就去找他好了 嗯 居线人所说 书店里最近住进一个神秘员 正式演出 模样很像的画像中的人 秦莫准确 准确 走 进去看看 最近你们这儿 住进了一个姓胡的中年人是吧 没有 我们这儿又不是饭店 先生您找错地方了吧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知道我们干嘛的吗 大爷饶命 小的真的不值 你们是不是讨差的 我让你耍贫嘴 大爷饶命 别忘了 这是十九路军的地盘 别搞出太大动静 那小子一跑 就证明姓胡的笃定在这 快给我搜 搜 这是 我说儿子 你虽然把我接到陆岛来住 可是我要见你一面 也很不容易啊 你都在忙些什么呀 娘 儿子不孝 让您孤单了 等我忙完这段 就多抽时间好好陪你 你们年轻人呢 在外面打拼 搞事业 这没错 可家里的事 多少你也得照顾着点 对了 对了 最近这段时间 那个姓林的女人 是不是跟你在一起 怎么了 她又惹您不高兴了 那倒是没有 不过 陈嫂偷偷跟我说 说你没在家的时候 她呀 老是翻箱倒柜的 到处找东西 我觉得这个女人 很不简单 她迟早有一天 会对你不利的呀 娘 林秋影那是爱干净 喜欢收拾屋子 很可能沉扫误会了 娘过的桥 可比你走的路还要多 娘啊 是不会看错人的 有道是 小心使得万年传 娘您放心吧 我以后一定会多加小心的 对了 我说儿子 你跟凤寝的事情 我是这么想的 你呀 可是男子汗大丈夫 心胸呢 要放宽阔一点 要不这样 哪天你有空的时候 带着娘一起去找她 得把她接回来 你说 这么大一个家业 女主人长期不在家 那怎么行呢 娘 其实凤锦她 姑爷 杨部长来电话了 哦 杨 您慢慢吃 我去接个电话 好 我先下去了 老师好 我刚回鹿州 一会儿 你到我公馆来一下 我有很多事情要跟你说呢 好 我马上过去 好 等你啊 林秋莹的消息传得够快的 我这才刚落脚 杨艺轩的电话就追来了 热乎的猫子 热乎的猫子 猜一看啊 谢谢嘞 热菜 这是十九路军的地盘 别胡了 听我命令 先生买树花吧 便宜了啊 好 来 猫子 你跑下来 跑下来 不要了 不要我 抱着 香烟 香烟 快跑 有白风 别跑 狱鹰 是让你开枪的 快追啊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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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快 站住 站住 从里边堵他 好 站住 别狠 靠边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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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开枪 刺激人 快 快来 撤 是 是 温谦 最近在福州 发现十九陆军有什么异常吗 您这一提啊 学生心里就堵得慌 别说你堵得慌啊 说实话 最近这几天我也是睡不好 连做梦都想知道十九陆军的真实情况啊 这帮无赖先是逼我掏钱 我不答应 他们就跑到天狼山接管了独立自卫队 还给凤锦安了个上校军衔 这些我都知道了 还有别的吗 其实我这次回来 就是有重要情况要向您汇报 什么情况 这段时间里 福州最盛行的传闻就是 担心十九陆军因缺乏良想 而军纪败坏 可蔡廷恺和蒋光奈 要真是这样 倒让人放心了 怕就怕他们不去跟共党干仗 反而呢 调转头来与中共高层进行和谈 对这个问题 你是怎么看的 这事关重大 我还不敢往身里想 之前我也几次约见十九陆军的高层 不是被拒绝就是被敷衍 直觉告诉学生 这其中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你可知共党代表在福州 是否跟十九陆军的高层有过接触呢 我能力有限 暂时没有查到这方面的真凭实据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那蔡蒋二人现在非常缺钱 只要抓住这一条 就可以死死地掐住他们的脖子 这点你说得很准 我也听说了 他们对福建银行盯得非常紧 我绝不会让怀有二薪的人去接管全省银行 否则那些钞票 可就要助纣为虐了 老师早有准备 那既然如此学生就放心了 部长 永远出了 大呐 说 facilit語言 呃 komb閣 老生 看来雄司令找您有急事 要不我就先回去了 好吧 也累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得走 昨天我见过谭处长 他说他手上有了共打要人的重要线索 昨晚准备实施抓捕行动 可今天就与他失联了 我这才过来找您 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会吧 喂 义父 谭处长被十九路军的人抓走了 怎么回事 警察处的人在追击共党分子 开枪在街上打死了人 十九路军已扰乱公共安全的罪名 将谭处长等人全部带走了 行 我知道了 你那边给我稳住 继续在福州盯着 有什么新的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好的 欲家之罪 何患无子 部长 我为谭处长被十九路军的人抓了 嗯 十九路军这帮人 这太不把部长进当回事了 谭处长这回落到他们手里 肯定大行伺候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啊 到时候我向上头一反应 他们立马得乖乖放人 来 来看看他 来 来看看他 又甜又好吃啊 可以先尝尝两包 先尝尝啊 行吗 行吗 要不要 行吗 行吗 来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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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恒 师父 你到了原角团想跟我见面 好不好 我给你帮着 安全 不见不散 一 小心 其实是我的 recognized 一个先生的 両 hablar 文字 社交 还能够 老胡 你急着找我过来有什么事吗 我方代表与对方高层的谈判 进展得十分顺利 双方一致同意组成反蒋抗日联盟 这是令人欣喜的一面 但新的问题也很棘手 碰到什么障碍了吗 是啊 十九陆军上层有些坐不住了 专长同志 在这事关大局的关键时刻 我的心里也好生交集 所以把你约出来聊一聊 那你知道关键问题出在哪吗 说来还是因为钱 十九陆军的军饷严重不足 如果弄不到一大笔钱 事先约好的启示时间 就有可能往后推迟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这样拖延下去的话 中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到时候谁也说不准 你一直从事地下工作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帮着把这件事向前推进一步 就为军饷 那我倒提议 不如让蔡廷凯向老蒋要个百十来万 否则拒绝作战 这招已经用过了 老蒋为了安抚十九陆军 答应给五十万 可至今一毛钱都没有兑现 听说这一切 皆因杨艺轩在作观 何会长 您是稀客 快请坐 请坐 咱们好久没见了 确实是 您无事不登三宝殿 今天来我行有何功干呢 我这次来呢 就是想咨询一下贵航的贷款情况 前段时间 范市企业新开辟了欧洲市场 资金回转周期实在太长 所以想贷点款 不知道何会长想贷多少钱 五十万 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是贵航没有呢 还是生怕饭是起还不起 不不不 不是这个意思 这么大一笔钱 何况您一直是信誉非常好的实业家 我是非常愿意做成这笔业务 可是 怎么 您有什么难处吗 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 我们福建分行 库存总共也就百十来万 而且都在鹿州制行里存着 最近我们接到了指示 一律现代 说是要把这笔钱都集中起来 另有他用 您一下子要贷这么多钱 我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您是林小姐吗 是啊 这是门外有位叔叔叫我给你的 去吧 谢谢 你观照的对象 关在陆军监狱 能有办法把它捞出来吗 什么事啊 不是啊 十九路军封锁了福州周边的交通要道和码头 过往的车辆和货物都要检查 不知道又要搞什么大工作 知道了 他们肯定是为了钱 这事儿和钱有关系吗 他们要对钱 蔡廷凯等人多次向我索要军饷 都被我以银行没钱挡了回去 所以他们就出了这一招 阻止我把钱运出福建 部长 你要把钱运到哪里去啊 当然是南昌行营 不过我真是没想到十九路军 会来这么一手 公路已经被封锁 要走山间小道叛与捡红军 那水路就更不可能了 他们把陆岛的大小码头盯得死死的 这么一大笔钱要运出去 谈何容易啊 仅凭你我 要完成这个任务是有些困难 但是有一个人 能胜任这个工作 是谁能比您部长能力还大呀 具体细节我来安排 你只管派出运输队配合就行了 千万记住 此行不可引起十九路军的注意 人数不要太多 但必须都是精锐 是 是 来 快进来 银行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晚上王六来找我 说银行门口突然多了几辆军用运输卡车 也不知道干什么呢 果然不出我所料 你去把那些车辆的情况搞清楚了 剩下的我来处理 我去调查车辆 你不会是怀疑有人想抢劫银行吧 你想想 此时谁最想把钱转移走 对啊 这个节骨眼上派出运输卡车 确实很可疑啊 你看看这个 这是总部截获的杨逸轩和南昌行营之间的电报 这不麻烦了吗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钱拿走 难道咱们就坐以待毙 那也能怎么样 除非你能半路上来个五口夺食 小姐 是姑爷的车来了 凤瑾 不好意思 久等了 我带了你最爱吃的凤梨酥 说 你跟林秋有如同夫妻是怎么回事 谁乱嚼舌头 简直是无稽之态 敢做不敢当 信不信我一枪蹦了你 小姐 你别冲动 我们今天找姑爷不是要谈事情的吗 我才不跟臭流氓相处 姑爷 你总把那狐狸带在身边 可真把大小姐给气坏了 哎 天地良心哪 我何文青对天发誓 我要是对小娘子有二心的话 那就 那就让我下辈子当太监行了吧 小姐 你看姑爷都发毒誓了 咱们应该相信他的为人 就是嘛 我们是不是该谈谈正事了 我跟他没什么好聊的 翠儿 我们走 因为生气连钱都不要了 我告诉你 别以为我好欺负 要是把我惹急了 我什么都要干得出来 是 我知道你厉害了行吗 就是嘛 小姐 你就别生气了 那么姑爷小姐 你们慢慢聊 我去给你们把风 臭丫头 哎 凤姐 吃点风力酥吧 可以舒缓情绪的 有什么话就快说吧 本小姐没时间给你在这里瞎号 嗯 跟我多待一会儿 你就有百十万大洋拿 还能为十九路军立下大功 这怎么能算是瞎号呢 你都骗了我多少回 我才不敢相信你的鬼话 好 信不信有你 到时候那钱被杨艺轩弄走了 你可别怪我 站住 把话讲清楚 这就对了嘛 大老徐 大老徐 怎么了 人家打电话来 让我去杨公馆一趟 怎么又催了你去 是不是杨艺轩有见不得人的活儿让你处理 不管今天晚上我回来还是不回来 咱们商量的任务 你都必须百分之百落实 嗯 要真是那样可就太好了 只要你到时候把押运资金的路线搞清楚了 那这笔钱就是主手的鸭子想飞飞不了了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绝不会给我机会传出消息 那怎么办 如果两小时候我没来电话 你就通知黄国英 让凤锦以十九路军民意半路拦检 嗯 明白 嗯 事不宜迟 今天晚上八点整 你亲自押运这笔钱 那十九路军追查下来 我该如何回答呢 你就不会想一个合理的理由嘛 总而言之 你千万不能收漏了嘴 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想必你也清楚 是 匯 specs明白 不错 ET 没凡函 替你解寇的人来了 什么 让我带您去押运钱 是啊 这事还非得你去做 相信你有十九路军这种关系 路上不至于发声不测 就凭我这张脸 人家也不可能放可疑的车辆过关 谁让你老实巴交地说自己是运钱的 你就说是运乌纱的 再搬出这个蔡蒋二人的名头 吓唬吓唬那帮大兵 他们就应该放行了 按说十九路军也是自家人 政府还得靠他们去打仗呢 我听说蒋委员长都答应为他们发响了 这钱何必绕那么大一圈 最终还不是给到他们手里 这不用你考虑 你就直接说 这忙你帮还是不帮 这辅助办事处刚刚成立 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处理 而且谭东宝也等着我去捞呢 老师您看 我想帮忙也无分身之处 事情要分轻重缓急 其他事情可以先放一放 这笔钱委员长急于调用 一刻都不能耽搁 何文谦 在大是大非面前 你可要掂量清楚 杨部长 我看您这是要把我累死 好吧 那我回去简单准备一下 等我处理完手头急事 马上就上路 不行 你马上就得走 出远门总得带些换洗的衣服罢了 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 这就抓紧出发 熊司令已经恭候多时了 那 plau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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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іш 朝南昌去的车队必须经过天龙山 我们只要在一线天设立关卡 到时候必能将货物一举缴获 万一叫起手来 我们能有多少胜算呢 十九路军已经进行道路管制了 杨玉轩的人如果想要秘密行动 绝对不敢大张旗鼓 那就干一票 前面有少侠 像是十九路军的人 说了真来了 兄弟 都是自己人 熊司令也在车上 我看你们就通融通融 行个方便 上头有令 即日起周边实施戒严 未经批准 不得有任何车辆出入 你好 我是范氏企业的何文清 这批乌纱呢 是岳军陈司令要的货 今天必须送到码头 这样吧 我去打个电话 我直接跟你们长官说 这 王武 你的任务就是带着机枪牌 赶到山凹口就地射服 如果对方反抗的话 就让三挺机枪同时开火 必须坚决拿下对方 放心吧 范司令 保证完成任务 好 你们去吧 好 你是不是不敢相信我所说的呀 没错 我就当做是听了个故事 你自己好好想想 这都骗了我多少回了 我还怎么相信你的话 我真不是跟你开玩笑 这笔钱只有你拿去 才是最合适的 也不枉费我向你通风报信 得了吧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我也不想再管了 你看我们独立纵队 得到过正规军的待遇吗 凭什么十九路军对我不理不睬 我们还要拼命帮他们弄钱 凤锦啊 就是因为他们不把你当回事 你才更要好好地表现 等你立了大功之后呢 上级不就对你刮目相看了 对不对 不对吧 这件事你明明就可以 直接告诉蔡廷凯的呀 区区一个陆州银行 人家派兵分分钟就能够摆平 还需要我干什么 你只有去了这功劳才能算你头上 才能壮大天狼山 你怎么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呢 可万一我跟十九路军夸下海口 钱却弄不到 那我该怎么办啊 顶多当一次演习呗 要是何文青又骗了我 无非扒了他的皮 叫他有多远滚多远 还是你有面子 一通电话全搞定了 还是省省吧 就为了这点破事 你知道耽误我多少工作吗 你说你们就这样把我找过来 逼着我一路相随 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咱这可是给党国办事 铁石委员长一定不会忘了你的好 搞不好 还赏你个有水大大的官呢 拉倒吧 我这辈子既不想从政也不想当官 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做我的商人 放行 放行 文青 这一招出乎你的意料吧 你就乖乖地帮为师办事 但是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部佐 新营来电 摧问运往南昌的一百二十万 何时能抵挡 他们那边已经做好了分配方案 各路大军就等这米下锅了 这帮人早干嘛去了 要不是看在委员长的面子上 我连一毛钱都不愿意给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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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开车 报告司令 前面又有烧架 真是阴魂不散 我看十九路军事吃饱撑的 成心给我过不去啊 还真是 那帮家伙怎么又来了 范凤姐 亲爱的 还真是你啊 别来无厌啊 你少跟我套近乎 按照十九路军的指示 所有过往的车辆一律停车检查 请你配合 那车上装的是什么货 准备运去哪儿 哦 这车里面装的都是乌纱 之前你也见过运过的 以咱们俩的交情 不需要再检查了吧 谁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你帮杨一轩干过那么多坏事 鬼才相信你的话 给我搜 我看谁敢 凤姐 这是干什么呀 你敢违抗军令不朝 老弟 你到底行不行啊 十九路军都搞定了 还搞不定自己的婆娘 要不你来 要不你就把嘴闭上 哎呀 我说凤姐 运这批乌纱非常重要 如果出了什么差池的话 咱们家也会受到损失的 啊 是啊 你们夫妻过去睡一个被窝 还用得着这么见外 你闭嘴 来 熊司令 还是请你乖乖配合我们搜查 不然的话 别怪我们不客气 哎呀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大家都是自己人 千万别动手啊 有话好好说嘛 那就请你们举起手来 免得我的枪走火 给我搜 是 哎呀 这深更半夜的有什么事不能明天说吗 不查 大事不好了 出什么事情啊 出什么事情啊 我用和温清押运的那笔钱 把十九路军班都给接走了 什么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说的都是实情啊 情况就是这样 喂 部长 部长 好 这下可太好了 咱们一下子有了这么多的钱 干什么不行 何温清还让我把这笔钱给十九路军 我才懒得理他 凤锦 杨艺轩丢了那么大笔钱 你觉得老奸巨华之人会善罢甘休吗 再说 咱们现在已归属十九路军不是自卫队 这笔钱得及时向军部汇报 看如何处置 杨艺轩就算有三头六臂 也拿我们没办法 更何况咱们独立纵队 也不能白忙会场 司令姐 麻烦是来了 怎么了 军部来了个丁副官 说是要把那笔钱押走 你们俩快去看看吧 见鬼了 他们的耳朵怎么那么灵啊 这是吴忠丽让我交给你的 上级决定将这笔钱交给十九路军 这些钱本来就是老奖答应给十九路军的 贵部已经归我们名下 更没有私自扣押的理由 哪有像你们这样不讲理的 要不是我们的话 人家早就把这笔钱送去南昌行营了 你们还有脸来我这讨钱 那么成你们想为看军令 蔡军长 还等着这些钱干大事呢 希望范上校三思 不要影响了长官的决策 你的意思是 要是我们现在不给钱的话 独立纵队就不得安生了 可以这么理解 不过 我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丁副官 我们司令执行命令绝不会有任何问题 他只是一时没想明白 请让我们商量一下 希望你们尽快给答复 奉紧 我看 你还是挺支持把钱给十九路军的 是的 有了这笔钱 他们很快就可以揭竿而起 高局反蒋抗日的议棋 和红军并肩作战 这是多么令人期盼的光景啊 所以说 这件事你早就计划好了 这是组织上的意思 希望通过十九路军的兵变 可以影响国民党内更多有志之士 弃暗投明 反蒋抗日 所以何文青一直在配合这件事 他是不是地下党 你那么想知道的话 直接去问他不就有结论了吗 你们一个个藏得那么深 只有我一天到晚像个傻子一样 现在到手的鸭子就要飞了 我真的想不通 凤锦 我相信你是一个有大格局的人 不会被眼前这点小利益所牵绊 蔡军长 我运往南昌兴营的钱 你凭什么办到给劫走了 你这话说的好难听 我都说清楚了 这钱本来就是蒋委员长答应给十九路军的 我派人接收了有什么问题 至于那多出来的七十万 我打个欠条不行吗 算是我蔡某人向委员长借的 过段时间必定如数奉还 好 算你狠 咱们走着瞧